B上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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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了 來呀 催我 A E 吃藥點 閃現點 再點 再傳送還這麼狂 這個位置 有點問題 位置有點差呀 如何才能把這一波兵給他推進塔下 這甲猴不行啊 你吃餅乾 W點 扣一下 嚇的嚇的 我先升級 A下 A下 EA接扣 接瓶的漂亮哈的 拉克斯你們說 我是終於等到你呀 我等了你這麼久你是終於是來了 他還不 他還不先跑我他還先去砲殺傑西你知道吧 差點我就死了 不能那麼除 這樣除 谢谢缺德 谢谢缺德 没有太操作好呀 不过我们其实这边是转的啊 虽然我们让他给杀了吧 冰线是往回推第二他值钱了 本来他0-3 现在突然他3-0了 1-3了 1A投 A下8-6再A再A 投一下 看往上上 看往上 马上我们这边升 直接断大 这小子胆子太大了 真的胆子大 我大招没把他抠给他断了 这个浪头青 不是冰多 我这边没有反应成功 他在抠我的一瞬间 我们用大招来把他抠给他断了 他是必死的 他抠打不出伤害 而我呢反应不行 没反应过来 这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这就是操作问题 反应没跟操作同步 你知道吗 这就可能是beat 还好我这边冰刺到了 冲什么 打他 下边杀的吧 还有15秒 不过一般要是一个正常的高稳 刚才是不应该扣的 刚才没有几个人会直接扣上来 一定是等我先手 这就是愣头青 没办法碰上傻子了 碰上小傻子了 往我脸上一顿抠 没办法 你打这种人啊 有的时候 他不按套路出牌 他就硬干 你看这些小傻瓜 那明知道我有答案还往下掉 咱们啦 老汤囊了 我还吃一碗躺皮 这杰西 我往下走 害嘴呀 吓死我 我发现我的反应真是一天不如一天 哎呀 我发现我的反应 到底不是拆 算意识还是有的 你知道吧 知道该怎么打 就是反应不行了 正常如果我们直接R的话能把他的Q给他打断了 他的Q如果被打断了 他就很难打 这波我吃你塔皮可要吃的挺多了 兄弟 你知道我要吃你多少味塔皮 像白金左右的小的 他知道怎么操作 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技能 什么时候改方 他就是乱方 不够细节 不够细节 这边的杰西咱可以尝试击杀 等他变回形态的 他变回形态 他变回形态有三秒还是四秒的西地 哎呀我说的怎么A兵了呢 我那只将英雄为目标视为可视开关没打开 我是怎么那边A兵了呢 我说我按波浪键还能A到兵 是不是卡Bug了 原来不是Bug 是没条 一些他把他拿下 有了 走了 溜了 哈子超神了 回家 你说自己别人不去收 让我慢点回家 你是这意义到底在哪 那我算了吧 我不回了 我回 是不死 把他杀了 你直接转大着就得不了AQE再转 然后一个Q 这就直接把他Q打断他就一点伤害没有 那杰西都是主Q的 谁 谁 唐囊 啊 唐囊 啊啊 可恶的唐囊 你的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唐囊不是双口,是第一个口没打着 这不是双口 对面下路好像,对面下路还行啊,这波爬的没送,超神爬的没送,哎呦我的小炮,猛啊小炮 这也根本就不怕死,连我这一看呢,这个虚弱确实很恶意啊,哎呀这怎么会有一个虚弱技能出现了呢 我决定出一把吸地猴试一下 我九头黑切十五,再出一个减息地装备,有没有那种,带减息地还带物理抗讯呢 这把不用魔法抗击,我们就物理抗讯呢 蓝盾是不加减息地装备 蓝盾可以 这边来,小炮要推中的话,这边还可以打啊,往脸上穿,穿得好 这就应该杀小炮知道吧,小炮上一边已经没有虚弱了,这边他是必死,他根本没有办法能跑得了啊 与此同时,我们就需要抓住他这边几回,然后把他杀了,知道吧 这边是一定要团的,如果等下边小炮虚弱又好了,我们又杀不了了 不能让对面技能,能放两拨,必须得追着他打 拉克斯咋没事呢 刚才不是拉克斯一脚被踹飞了吗 我现在有400的移动速度,为什么 我记得猴只有390 杰西挂机了,心态不行 这把其实他要是躺赢的话 小炮能谁,因为他有鹿鹿 并且那小炮出的铁板鞋,我们家下路是崩的 但如果他挂机的话呢,就 80%应该就是羊的 我们无论是抱坛走还是单推 他们都守不住 只要我在正面 我有点用,就行 这下路带 一样对人是要打大龙 抓我叫大龙 抓我叫大龙 先走一走啊,大龙没耍,一会儿再说 直接走 直接走,不能打这位 他如果三个人过来抓我们,我们就跑 小炮敢过来找我,那一定背后有人 他没有人,他不可能找我 他不敢 我先一个点言把他劝退,然后我们跑 大龙拿下 好,上路塔没了,中路可以撤的话就撤 中路能撤的话就撤,他们俩爱打就让他打 他技能白脚,一会儿他打团,他没有技能 我们五个人往他脸上冲他就死 高地他们也不守,就慢慢团 不守就算了 不守拉倒,不守我就拆 慢性死亡 癌症版期了 好,快点 我打困扰 航囊一刹,上路一推 那俩人还正面推塔呢 他俩人还正面跟我们家要推塔呢 老板 老板 没办法